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参加今晚香港人民学会主办的《中西人民广谈系列广作》 今晚由我叶达良主讲 今晚的讲题是老子论人道 无与有 无谓与有为 尚德 今晚的演讲是我做的两个演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演讲 讲题是老子论天道 无与有 无谓与有为 两个演讲当然是姊妹篇 今晚的论题是人道 好了 我们现在不做太多之节的交代 进入今晚演讲的内容 老子人道思想 无谓与有为 无与有 尚德 好 这是今晚演讲内容的目标 第一节 人为Human practice 无谓与有为 无谓与有为 non doing and doing non action and action 第二节 人心 无与有 第三节 人得 尚德与下德 我们现在正入第一节 道论 我们可以跳过的 第一节 人为 无谓与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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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节分为三个小节 1.1 无谓与有为 不做作 不干涉地为 1.2 无谓与有为 自然地为 1.3 无谓与有为 自虚守正而灵动 我们进入1.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德国生活 学习工作时候的一个真实故事 故事发生的时间 是2002-2003的冬天 或者是2003-2004的冬天 我住在半山区 我住在半山区 我的大学也是在半山区 当时在半山区 德国的生活是很规律的 通常是星期六去买粽的 德国去买粽 自然去超级市场 半山区是很幽静的 我住的位置 以山的高度来计算 刚刚在山的中间 而是向山脚方向下去 山的高度四分之一 即是距离山脚 即是距离山脚在山脚上面四分之一 在山中间下面四分之一 有一间超级市场 当日是星期六 一个冬天 但难得阳光普照的冬天 当然不算温暖的 非常寒冷的 我一个人从我的居所 在山中间的高度向着山脚方向下 要走大概四分之一 山的高度去超市 而那个半山区非常幽静的 我虽然在大路上 但是沿途没有行人 我一个人向着超级市场方向 下山方向暴黑 在途中迎面迎来一个德国老太太 她的暴行方向是上山的 我们当时用德语向我的交谈 她用德语跟我提问 她的问题就是 她想问我时间 用德文 通常口语 她的说法大概就是 Excuse me do you have the clock time? 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use me what time is it? 当时时间我已经交代过 当时我已经不使用手标了 我用手机来检查时间 当时冬天我穿了很多衣服 手上戴着手套很厚的手脈 我论论论的说法 我论论尽重 脱下手套 在衣服里面 逃出手机出来 由盈观看手机萤幕 然后对老太太说法 然后对老太太说 我们全程交谈当然用德语 然后我对老太太说 现在几点 而老太太念上 显出访言大悟的神识 然后他就轻行 啊 我有一个手机 德国人呢 称呼手提电话手机呢 做Handy 德文的手呢 和英文的手的字是一样的 德文的话是Hand 啊 手机呢 称呼手提电话 啊 他就说 我也有一部手机的 然后他就猶言偷出他的手机 猶言偷出他的手机 猶言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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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原来手机 在显示屏幕上面有显示时间 可以用手机检查时间 我很感谢这个德国老太太 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我 我们可以设想 在这个德国老太太的精神世界 在她的精神世界中的观念概念 是怎样排放排列的 当时是2002、2003、2004 当时是一个德国老太太 当时年龄都非常高了 我们可以设想 这个德国老太太年轻及壮年的时候 的电话是怎样的 不知道借女的朋友是否都是香港朋友 现场听演讲的都是香港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 七十年代或更早之前的电话 当时的电话有个轮盘 当时的电话只有两个功能 就是什么呢 打电话、接电话 对吧 我们可以想及德国老太太的精神世界里面 概念、观念的摆放 对于这个德国老太太来说 手提电话就是一类电话 而电话就是一个用来遥远通话的电子器材 对吧 对吧 而手标始终就是一个机械或电子器材 显示时间 虽然这位德国老太太自己有一部手提电话 有一部手标 有一部手机 虽然手机萤幕明明显示时间 但是德国老太太没有注意几个事实 从这个德国老太太 从这个故事我们推断 非常大概率地 这个德国老太太的精神世界中 相关的观念概念 手标、手机 相关的事物、事物种类 手标、手机是如此安放排列 如此关系的 对于这个德国老太太来说 手机就是手提电话就是电话的一类 电话就是一个用来遥远通话的电子器材 夹是如此如此 as is such and such 而手标是一个机械或电子器材 显示时间 夹是如此如此 as is such and such 夹是夹是夹是 Щ 夹备如此 如此 价定的 As is defined by such and such 对于德国老太太来说 手机就是手机 手机不是手标 手錶就是手錶 手錶不是手機 隔同於隔 隔離於非隔 As is identical to as as is different from non as 而手機之為手機 它是為手機的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essential properties所界定 所規定的 手機之為手機 不需要參照關係於手錶 而手錶之為手錶 是為手錶的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essential properties所界定 所規定 手錶之為手錶 參照無需關聯於手機 夾不參照非夾是夾 夾是夾 不參照非夾 As is as without reference to non as 可見我們凡夫俗子 在我們的凡俗思考言說行為中 我們對觀念概念 或者事物 事物種類有一些擺位 有一些安置 用道家的想法去說 但不是老子本人的用語 現代概念式西方式中文 我們使用造作與干涉 兩個語詞 我們凡夫俗子 在我們的凡俗思考言說行為中 我們對事物 對世界 對觀念 對概念 有所造作 我們干涉 我們干涉 觀念概念 以德國老太太這個故事為例子 手機明明有螢幕顯示時間 但 但是這個德國老太太 完全沒有主意 現在我們學習一下 《老子圖德經》第二章 為了引起大家興趣 我們無妨觀看 太智中漫畫 製作成的卡通 作為引子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是護兒 皆知善之為善 是不善 故有目相生 難而相食 長短相駕 高下相憋 陰聲相禍 前後相循 事以聖人 主無謂之時 行不見之教 萬物作 萬物作而不遲 生意不游 惠意不遲 惠意不遲 公性而不居 父惠不居 自以不去 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為美 醜的觀念 就產生了 天下都知道事 之所以為善 莫的觀念 亦產生了 有同步是互相比較而存在的 但同時是互相比較而產生的 長短是互相比較而顯現的 長短是互相比較而造成拼物的 陰陰聲 是互相對立 而產生了 前途後 是互相對立 而形成述聚理 所以聖人以無謂的邁道來處理世事 行不前的教導 任萬物處作 而不加處在 生長萬物已不據為喜有 國用萬物已不自此幾能 工業成就已不自居 正因為它不居公 所以公職就不會賣 世間上一切的概念 價值 都是由人自己設定的 價值判斷都是因比較而產生 而對立的關係會經常變動 所以價值判斷 亦都不斷在變動 面對這些變動 我們一定要淡然處知 不要容人自擾才好 剛才那段卡通說 老子道德經第二章 天下皆知 美之為美 絲惡矣 皆知善之為善 絲不善矣 有無雙生 難以雙誠 長短雙刑 高下雙刑 陰性雙禍 前後雙除 是以聖人處無謂之事 行不言之教 等等等等 我將這一章 區分成兩段 第一段說的是觀念概念 事物 事物 事物種類 他們的成立是在於 他們與其他東西有所對揚 道家性人真人 在道家式的性真思考言說行為中 我們用現代概念式西風式中文表示 不造作 不干涉 意思就是 道家 性人真人 他們知道 他們見到一個觀念概念格 或者一個事物 一類事物格 它僅僅在於非甲對揚之中 在於非甲對揚之中 才是甲 甲在及僅在對揚於非甲是甲 長之所以為長 在於與短對揚 短之所以為短 在於與長對揚 高之所以為高 在於與低對揚 低之所以為低 在於與高對揚 觀念概念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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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種類 事如此的 事已 由此 聖人處無謂之事 行不言之教 何謂無謂之事 何謂不言之教呢 道家式 道家式的 聖人真人的行為是無謂 但是 無謂不是不為 處無謂之事 仍然是處事 換言之有為 行不言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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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無謂 仍然是行教 既然是行教 別作而言 換言之事 外因此 無謂並非不為 並非無所作為 禮之 Maintenant when thezug of the наших 现代概念式式方式的中文表示,就是不造作地为,不干涉地为 我们对事物世界,对观念概念不造作 我们不干涉事物世界,不干涉观念概念 如此地为,是为,无畏意为 道家式圣人真人,也言说,也思考 道家式圣人真人的言说,是不言而言 道家式圣人真人的思考,是不思而思 何谓不言而言,不思而思 不言并非沉默不语,不说话,不言也是言 是怎样地言,是不造作地言,不干涉地言 我们对事物,对世界不造作,我们不干涉事物,不干涉世界 我们对观念概念不造作,我们不干涉观念概念 如此地言,如此地思,是之为,不言而言,不思而思 好了,1.1.1,这个小节 《忠心思想》我们已经讲述了 现在可以做两个补充说 做一点补充说明 老子第四十一章,有这几句语句 大方无语,大气满城,大阴稀声,大杖无刑 老子第四十五章,有以下这几句语句 大乘若缺,疲用不弊 大营若冲,疲用不穷 大直若语,大巧若诀,大便若 第四十一章,我们可以整理这个形式 方,当然既然说得方,当然有角落 音,既然有音,当然有声 像,形像,当然有形 而老子这女,表示大方无语 大气满城,大阴稀声,大杖无语 第四十五章,完成就没有缺失 而老子表示大成若缺 空凝就没有空虚,而老子表示大型若冲 直就不是弯曲,而老子表示大直若语 巧妙就不是笨绝,而老子表示大巧又绝 而滔刀红辨,就不会目立或言 而老子表示大便若立 我们设备之为夹,是或者有 一些本性特征,紫草人貌 我们设夹与月相反 第四十一章,所表示的形式就是 大甲若缺,那我们如何读解? 大甲若缺,我们如何读解? 大甲若月,凡夫俗子 对事物,对世界,对观念,对概念 有所造作,有所干涉 凡夫俗子认为夹,同于夹 夹,是或者有紫草人貌 夹,异于月,而度家,性人,真人 无为,而为,不言而言,不思而思 导家性人,真人知道,见到 夹之为夹,在于,并且紧紧在于 与非夹,与月,丙丁等等 与之为月,在于,及紧紧在于 与非月,与甲,丙丁等等 我们将大,换一个字真 并且加上另一个字假 真甲,不是假甲 真甲不,或者毛指丑人貌 真甲仿佛假月,但是仿佛不是,OK? 我们使用1.1这个小说的中心思想 我们可以读解 老子的第41章第45章 好了,我们讲述原笔1.1 总结一下,凡夫独子,在凡俗思考言说行为 对事物与世界,对观念与概念有所造作 干涉事物与世界,干涉观念与概念 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 甲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甲是被这样,这样,这样所界定 甲同于甲,甲义于非甲 甲不参照非甲是甲 而道家式的圣人,真人,在道家式圣真思考言说行为中 不造作非干涉 知道,见到,甲之所以是甲 在于,及紧紧在于,与非甲对样 由此,道家、圣人、真人的行为是无为而为 不造作,不干涉地为 道家、圣人、真人的善说、思考是 不言而言,不思而思 不造作,不干涉地言地思 我们向前推进1.2 无谓以为,另一个意识、另一个规定 自然地为 我们使用第23章 虚然、自然,古往今为不同的读解 我的读解很简单 Speak seldom,小说话 Act naturally,自然地为 可以全评观赏 全评观赏 我们刚才 在1.1 对无谓以为 给予一个说明 那个说明使用不 这个字 无谓以为是怎样 是不造作 不干涉地为 这个说法可以说是 反面地说 negatively speaking 我们有没有办法 我们有没有办法 正面地说 无谓以为 positively speaking 正面地说 无谓以为 就是自然地为 而这个自然地为 要准确 到位地说 依照事物自然本性 依照世界自然本性 地为 以为 让事物与世界 依照事物与世界的自然本性 自己生法 You are doing and doing is doing naturally Do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Letting things be and the wor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这首词1.2了 自然地为 无谓以为 的另一个意思 另一个规定是 自然地为 OK 我们推进到1.3 小节 这里又有一段原文 你看 第十六章 我们也观看了一段卡通 先引起兴趣 OK 我们推进到1.3 小节 这里又有一段原文 你看 第十六章 我们也观看了一段卡通 先引起兴趣 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灵静 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灵静 但是很多时候被私用黄币 所以看不到事实真相 行事亦会失常 所以我们要尽力令自己回复到虚明灵静的状态 这样就能够看清楚万物蓬勃生长 看到往复循环的道理 万物困困困困 各自回去他的根本处 这些叫做静 亦叫做常 了解常叫做明 不了解常 而轻举妄动 就会有过海 了解常道的人 是无所不报的 就能够坦言公正 才做到毫无偏思 才符合自然 这样就能够符合道 符合大道 才能够永随不老 这样这世都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自虚和守正的功夫做到极致 就能够明察是理 和洞悉万物变化的常规 就能够深得自然的趣味 而与大道同体 好了 我们刚刚观看了卡东引起大家的兴趣 现在讲解 我们这段卡东 刚才观看了卡东所绘画的事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智虚极 守正读 万物并作 吾以官服 扶勿云云 各复归其根 归根若定 正让复命 复命若常 知常若明 不知常 妄作空 等等等等 全民观想 我们刚才 无论在1.1或1.2 对无谓以为的说法 都是抽象地说 再1.1我们说 无谓以为是 不造作 不干涉地为 再1.2我们说 无谓以为是 自然地为 但是具体怎样做 才是不造作 不干涉地为呢 具体怎样做 才是自然地为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具体地说无谓 有 老子提供了两个说法 先说无谓 无谓 我们如何具体地说无谓 具体地说无谓 就是自虚守正 什么叫自虚 使得心灵空虚 使得心灵疗阔 无空虚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信着 刚才1.1 1.2的道解 继续发挥 凡夫俗子 心灵之中 充失了 对观念概念 对事物 对事物种类 对事物与世界 临临种种的 不符合 事物与世界 不符合观念与概念 自然本性的规定 自虚就是 凡夫俗子 心灵中充斥了 对事物对观念 对观念不自然的规定 往往奠基于 借根于这个情况 而有喜怒哀乐 种种情绪 受喜怒哀乐 种种情绪所困扰 自虚 雕吊对事物对观念不自然的规定 使得心灵虚空疗阔 由此 可以保持心灵平静 心灵可以依照 事物与观念的自然本性 去平静对待 去平静对待 事物与观念 我们丢掉了 对事物对观念不自然的规定 由此 由此再不奠基于此 借根于此 而有 喜怒哀乐 种种情绪 心灵得到平静 第一点三 这个小说的中心思想 我刚刚已经讲述了 无谓以为的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规定就是 我们暂时只说了 无谓以为 中的无谓 无谓的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规定就是 自虚守正 自虚守正就是 雕吁对事物对观念不自然的规定 依照事物与观念的自然本性 并平静对待对应事物 并平静对待对应事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